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喊防守 最后关键时刻 明哥就是靠防守保住了胜利 证明他们不是一只只会进攻的球队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错 防守才是现在NBA的王道 由于林树豪最近表现实在太强眼 小牛在第四节派出身后203公分的防守大将Sean Marin 不过还是没有办法挡住林莱峰 虽然小牛的包夹逼迫林树豪又发生其次失误 但林克总教人们迪安聪尼还是很挺他 刚从大陆CBA回到NBA的JR Smith 第一次跟林树豪搭配 也对这位小老弟赞不绝口 尼克接下来在明星赛前还有三场比赛 其中最后一场在客场对上麦阿明热火 要挑战热火三巨头 LeBron James 林恩卫以及Chris Bosch将会是一场影仗 级别新闻综合报道 现在我们再来谈一下林树豪 之所以为林树豪 他平常做了哪些训练 这可能是我们大家只看到他在场上面优异的表现 但是不知道他背后下了多少心血 跟那个痛苦的一些的磨练 您的亲自的 我们其实我在之前当装导队的时候 我们到美国一地训练 我们一地训练我们就讲这个 我们说的训练分量就好了 我们在国内其实我们已经自我 自己认为自主训练已经很够了 我们自己还会去健身房自己训练 可是我们到了一个很大品牌的一个 他们的一个基地里面 他们有一个健身房 当然这个健身房它不是只有佛员工 它还有给一些的运动员会使用 当时我们就全队就过去 因为我们是借他的场地训练 跟健身房的训练 一进去之后 我一看 怎么找不到比较轻的牙龙 就是在国内台湾常使用的 在台湾我们其实到一般健身房的时候就是 最重的对我们来讲都还好 可是一看到最轻的觉得吃力很吃力 那我们就好奇 这么大的牙龙 两只手都已经快搬动了 到底谁可以用 应该是白好看的 一点都不夸张 一个白人大概200公分左右 应该是 不知道之前是不是运动员 我只能这样猜想 可是大概40 50岁 一进来 有看到没什么热身 就拿了大概两个最重的开始就 哐哐哐 当时我们中央队 我也不想当时中央队有哪些人 我们就往旁边移开了 就移开 渐渐移开 因为他如果一问我们说 你们是国家队的 那你一定很厉害 那你们占到你的训练分量 跟你的次数的人一定很重 所以光看这个 我们说说他的训练的分量好了 还有之前跟涛哥聊的 他每天跟这些 所谓的我们讲的怪物 这种力量 刚刚甲板教授也讲了 他要找人家自主训练 然后去对抗 每天打什么 他现在对我们亚洲拳打他的话 他可能说你在干嘛 没感觉 那台湾可能亚洲裁判就说 哇 他说不要吹犯规 好球啊 这个好球 在美国的吹犯的尺度 跟他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对抗 他的养神绝对不是偶然的 所以我们刚才这个画面上 可以看到的所有的重量训练 拉脱 完全跟美国打美式足球一样的 狂野的状态 其实我们要讲到前年 林初遥刚进荆州勇士 他有几天假期回台湾 回台湾他都到我们球场来练球 他每天自主训练 那个时候他等于是无名小子一样 没有人知道他 可是我觉得他不放弃自己 所以他每天去年来球场的时候 其实我跟他接触聊一下 那时候我们也对他不是很了解 可是我们跟他做了很多动作 热身开始 加上他自己的投篮 就抛射 过人 脚步 刚刚看了这张 刚刚小向也提到说 这个当两个 南马奥登跟Jones包住他的时候 他怎么去突破 我觉得这是一个脚步 最基本的动作就是脚步 那在我看他自主训练的时候 他就自己不断地过人的脚步 运球的方式怎么去突破 我觉得不管在他什么时候 那个时候可能有 他根本不可能在NBA战场有上场一分钟的时间 可是他并没有放弃 我觉得这是他一个伟大的精神 因为在我们 平常是自我要求的 对 在我们看来他机会几乎很渺茫 可是他不断地练球 而且人家都在休息放假 他跟我讲说他大概三四天以后 要回去家乡看他的阿嬷 可是趁那个空档 他还愿意来球场 很箍照的一个人在那边练球 我觉得这是难能可贵的 每一次大概多久时间 大概都是两个小时他弟弟陪他 大概都两个小时左右 所以你刚刚讲的一个 就是很枯燥 这个是非常枯燥的 个人练球是非常枯燥的 而且他把这个当作 每一天的自我的功课 对 功课在做 我刚才前面也讲过 就是说在去年的暑假 七月到八月他大概来台湾 待的时间还蛮长的 那参加了一些公益的活动 然后到包括彰化 南部这边等地区 协助一些弱势的这些小朋友 配合他们一些教学活动 他的行程真的很赶 每天大概他早上十点钟 从台北出发 一直跑行程 然后跑到下午 然后再回到台北 可能台北还有夏令营 要等着他 他也是不管他的个人的 这个随身的教练 或者他弟弟 林苏伟 他们两个等于就是 一个投篮一个捡球 然后做一些基本动作 我刚才讲的 他的私人的这个运球的教练 就会陪着他 然后他也是从 非常非常非常基本的 在我们的这个国内的篮球员 可能他国中练的东西 他高中他不愿意练的东西 就已经不愿意练了 那我们知道 在他已经进入到NBA的时候 他再回过头来 再暑假 他愿意一步一步 从基本的运球开始 那当然我刚才前面也讲了 我觉得他是很有智慧的球员 他知道他未来会遇到 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更高强度 更高水准的一个比赛 所以他不只是自己做球赶训练 他也找了他的教练 他们研究 他们去可能去看到 更好的这些选手怎么练 他的随身的助理教练 那个私人教练 协助他去应付各种 未来可能发生的这些困境 不断的去演练 不断的演练 那我觉得他 即便他的行程这么改 他每天的意志力还是非常坚定 他就是要训练 因为他知道 他的未来的战场在NBA 所以今天你看得到这个 林苏华在这个 整个的球场上面 他早已经是过去这几年 是甚至于十几年的总累积 而且没有一点的放松跟妥协的 每一天 即使他的这个教练不在 他是自己的一些 培训的完完全全 就按班操课 一点都没有这个充斥 但这一点 我们在台湾平常讲 能不能做得到 这是一个 可是我们稍后再回来 也让观众朋友来看 从很多专业跟这个 科学的这种角度来看 林苏豪他的这个突破 也就是你刚刚讲的 完完全全都是从 最基本的一些开始 稍后回来 大家只看到了林苏豪在场上面的一些的精彩 我们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透过这一个整个解说 稍后我们在现场几位专家 就再跟所有的观众朋友进一步来解读 林苏豪每一项都不是空白掉下来的 美国体育频道开始研究林苏豪是如何创造篮坛奇迹 他们试着用科学数据来解读林苏豪的球技 好小子从三分线攻到篮下 只需要一二三三步就到了 如果宽算成速度从0加速到10英里 就是16公里 竟然不用一秒钟 这样的速度爆发力 媲美巫师队2010年的选秀状元沃尔 设定好进攻路线 林苏豪突破重围就像是在走灵波围步 最厉害的是这一招 转圈过人 看仔细了 好小子一口气就转了875度 追上暴龙 最后一技力转三分球 林苏豪的出手 射篮50度角 跟完美的48度角只差一迷迷 除了出手角度好 速度也很快 平均只要0.6秒 华尔街日报也分析 林苏豪爆红的十大因素 其中一个就是表明自己的宗教 还有他的台义背景 另外哈佛高学历也带来新奇感 其他包括了他在纽约队比较容易受瞩目 队友受伤了让他有机会上场 以及借助沙发 因此适合组成各种双关语等等 从球技到爆棚关键 林苏豪全身上下 华尔街日报 体面微信完综合报道 这是刚才谈到说这个有失大这个原因 其实最重要的这个因素还是我们在现场 几位专家球评所提出来的 这是他每一个步骤的苦练从来没有妥协过 每一天都不跟自己妥协 可这样的这个情况包括他的速度 包括他刚才所有的这个几个这个技巧 简直已经到匪夷所思了 我觉得他除了练的琴之外 而且他练得非常的专业 因为在国外现在很多的重量训练 已经没有在练什么杠铃啦 肌肉群了 已经没有再给你推举或这个练三头肌了 大部分的这种训练都是来自于你的平衡感的训练 平衡力的训练 重心的训练 还有你一些爆发力的训练 像他刚刚做一些杠铃在做蹲举 你看他其实是一只脚在蹲举 其实那个是在训练左右脚的力量 要分开来训练 所以你的平衡感会比较好 所以以这各方面的训练来看的话 他除了这样子的一个身体体能条件的进步之外 他每天早上还跟朋友去打五对五 来维持他的球感 那另外呢在下午做他的技巧性的训练 所以他的训练方式 不只是练的琴 而且他有科学性的一个训练的方式 可以在很短的期间 验收到他的成果在哪里 在这样子一个比较起来 的确林书浩我觉得在 今年的表现 除了他给予的机会 像刚刚讲了很多不同的因素来说的话 他除了这个自己的锻炼 有让他的技巧性跟他的 这个身体的条件有进步之外 我觉得机会来说的话 也是一个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因素 是 可是大家看到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每一个这个动作 每一个这个训练自主训练 大概都是NBA 这个前面的这个球员 都是每天不可少 为什么林书浩 林书浩 其他人会比林书浩做的少吗 也未必见得吧 为什么林书浩就是非常 也许这是上帝给他的GIF吧 你看根据刚刚这个ESPN 他们所做的这种所谓的 用数字化的解析来看的话 0到16秒他的加速 0到16公里 他的加速只要不到1秒 如果把它换算成到100公里的话 大概就不要5到6秒 这大概是Post 911的速度了 那看他的这个出手的时间 只有0.6秒 比Rain Allen的出手速度还要快速 然后他的出手的这个角度 是比一般的球员的角度 还要高大概2度左右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理解 为什么70的诺维斯基 在防他的时候呢 他照样看他前面拔起来跳投 敏捷性 他的转动的这个 连续转动的这个角度 可以到了800多度 所以今天当我第一次 看到他的抄截到5次的时候 我真的吓一跳 再看到他解读下来这些 包括速度敏捷等等这些因素 综合起来看的话 我大概可以比较了解了 抄截他为什么可以达到 今天有5次之多 对小牛队耶 抄截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 他必须要能够了解对方的空位 要把球传到什么样的方向 他提早去做拦截的动作 他解读比赛的能力要非常的快速 他了解对手的能力 也要非常的快速 他要知道你在下球 要下哪个方向 去把你抄掉 一场比赛抄截到5次 大家知道吗 这个NBA的抄截王 一季的平均值大概在3以内 他这场比赛就抄到5次 所以而且抄截一旦成功 那就是反快攻的开始 那就是快攻的打法 对那就是快攻的号角响起了 所以这对于来犯的对手 是非常大的杀伤力 我们今天看了好几次 他抄截得手之后 现场的观众 他自己的球队全部都嗨起来 因为等于是要把来犯的小牛队那种 灌芽的气势给杀下去 所以你说林书豪这个效应 我真的觉得我不断的在期待 他每天的神机出现 你说抄截这个连续的这种成功 一次两次可能还是运气 连续就是在今天说 超过这5次的话 5次就是各种智力了 这个时候判断就是 整个在厂商的速度跟决断力 好哥我们讲 刚刚不是用科学数据 我大学修的是体育 我研究所修的是教练学 我们说运动的基本就是 柔软度 协调性 敏捷性 弹性 爆发力 速度 这是科学 像甲板教练他也很熟识 包含连哥都知道 但是我们讲了 这些东西绝对是可以训练出来的 但是有些东西训练不出来 场上的应变能力 还有这个篮球的IQ 大家一直讨论这么多 包括Kenny刚才也讲了说 他信心 信心能训练出来 可以 但是你的人格特质 是从小就要培养出来 还有我们讲的 你场上应变 为什么有人就可以当point guy 有人只能说讲好听叫shooting guy 那像我之前 从shooting guy 从小潜谋要改成空几回回 教练说你可以 我说真的吗 你去的时候发现 真的不是这块料 你瞬间马上就 最后研判了 因为这个东西来讲 我们说都是你要去训练以外 还有一个天生的 那么刚刚有时候跟 私底下跟钱大哥也在聊 我真的要把球传给你投的时候 你还真不敢投啊 那为什么 因为你们当然是技巧性 我觉得其实刚刚他们所分析的 简单讲就是 当你一个人成功之后 什么都对了 然后你训练都对 可是我们不要忽略他一件事情 他这样在场上的应变能力 我们教练常教我们 我们老教练常讲说一句话 战术是死的啊 今天人家明天都知道怎么会 你看小玛丽也好 还有我们说达马奥登 全部包夹 战术是死人是活 活的是谁 林书豪 所以他能够创造不可能 所以他可能是这个 是不是跟这个Hoffer有关系 或者是现场的机灵 我们稍后再 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大家看 越来了解这个林书豪 他的这个整个的背景跟成长 稍后观众朋友也可以知道 来自于ESPN的 一句这个歧视的言语 其实这已经是过去十几年 林书豪几乎每一天碰到的情形 但是越是如此呢 他成长越快